郭台牆告我公告的事情 我對郭台牆還有林立真提出公告的感觸 就是當時偵辦這個案件之後 士林地檢署受到了壓力 沒有把關係重要的證人一併一送偵辦 提出自訴之後 依法再提出告發 告發的人等就是在這張圖裡面 第一個 現任的調查局長蔡清祥 當時是士林地檢署檢察長 第二個 承辦的檢察官姜明達 當時是承辦這個案件的檢察官 第三個 可能是王卓軍 當時是臺北市刑大檢察局長 這兩個人 我們還在選擇二折一 就是說 到底是否牽涉在裡面 我們還在調查 至述郭台牆跟林立真公告之外 我們可能再針對這幾位提出賭職的告發 好 那相關的事件 我們會在我們的告發狀裡面具體說明清楚 我們會來的